跟大家介紹一下CAMMA裡面的AI 雖然簡報沒有寫 可是呢 也很好用 不管你用新版舊版都用 好 你看 我們 昨天做出來的 你有沒有發現 那個比例都是1比1的 就是四四方方的嘛 像IG在用的 像這樣 可是如果你今天 比如說像我這個馬克杯 我就要印 比較橫式一點嘛 啊怎麼辦 自己想辦法 把旁邊伸出來 這樣太麻煩了 找AI來幫幫忙 所以 幫我按一下上面這個編輯 好如果你用的是舊的 介面 好那個編輯在 上面有一個編輯照片 一樣有這個功能 如果你跟我一樣用新的介面 就是在 點到那你自己的圖片之後上面有個編輯 舊的介面 一樣你先點到照片 先點到照片 然後上面就有一個叫編輯照片 這個地方會有一個叫編輯照片 點到圖片上面是不是有個編輯圖片 有喔 按下去 對那左手邊你就會看到這個魔法工作室 這是舊的介面 那各位你看一下魔法工作室裡面 有六個工具對不對 有幾個皇冠 五個而已嘛 所以你知道你以前為什麼都沒有用了吧 因為以前你只能用一個 那你進我的教室你會有五個 少了這個 因為這個 沒有開放給學生使用 哈哈哈 反而是你個人帳號可以用 好所以就是 個人帳號用一個 學生帳號用五個 好那 如果呢你是新版本的 來你看這邊 新版本的在這裡 點到編輯 他出現的是在右手邊 有沒有都一樣 對不對 出現在右手邊這裡 那不夠的你就稍微 剪過來 有沒有一樣六個 這樣可以知道了吧 那我們現在要用的是哪一個工具 叫做魔法展開 有看到嗎 喔 一開始沒有你往右邊捲動一點 新界面 有沒有看到叫魔法展開 我就來這邊按下去囉 給他按下去 好如果你要16比9的你就按 這樣有沒有變16比9的 你也可以自己拉動喔 自己拉動那個 尺寸就是旁邊這個 來如果你要自己決定 你也可以直接拉動旁邊這個 都可以 這樣有沒有了解 好你看 我就按 魔法展開 有AI幫你想像這樣不是很好嗎 你要想我們以前用FotoShop 要做這件事情多麼困難 現在 就這樣 輕輕鬆鬆解決 給你4張去選 不滿意 再生成一次 有沒有 旁邊有沒有長出來 換這一張 還是要換這一張 這樣很過分嗎 反正你都想不到的就給他嘛 呵呵 這邊沒有提示詞 就是他自有想像 但是有些 AI的雲端服務他是可以讓你自己寫提示詞的 這樣可以接受嗎 如果你確定要的你就按完成 就選哪一張按完成 他就真的把那個替換掉 這樣會不會的 所以萬一真的你的 圖 沒辦法生成你指定想要的比例 或者你剛好已經生成了 還是說你以前拍照的時候不小心就是沒有拍到旁邊嘛 你就請AI幫忙一下 這樣有沒有感受到 有AI的幫忙 真的也不錯 呵呵呵 一個也是 CAMMA AI的 就是你點到他一樣編輯 那我們這邊啊 還有一個 東西 背景移除 大家沒問題 我們用過了嘛 對不對 那魔術橡皮擦就是 你有什麼地方不要把它擦掉 那這裡有一個比較特殊的叫做魔法抓取 有沒有 一樣的皇冠嘛 這個呢 就等同 前面這兩個合起來 那什麼叫魔法抓取 你看我把它按下去 好 那按下去之後啊 其實這一次CAMMA改版這裡有改變 以前是你用 筆刷 自己塗說哪裡要哪裡不要 但是 這樣塗 還是有時候不準嘛 或者是比較 不容易塗 所以他現在多了一個電機 那什麼叫點擊呢 他自動幫你 判斷 自動幫你判斷 你看 你有沒有發現我滑過去 有些地方就會不一樣的顏色 有沒有注意到 你看 喔 如果 你覺得你自己塗比較快還是 這樣有沒有 點一下 這隻機器人我想拿出來點他一下 他在幫我算一下 如果他沒有幫我們 就是自動取得 你就可以自己用手點 有沒有 有 如果你要累加就按住SHIFT 他就可以累加起來 這樣有沒有 累加兩個 對不對 這樣我的機器人是不是都有了 好 那我就告訴他 幫我抓出來 好 你就稍等一下 那你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他不只幫你抓出來 他還幫你做了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呢 來放大放大 你看 哇 沒有抓好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什麼事情 背景有沒有把你補回去了 所以 為什麼我剛剛特別講說這個工具就是 這兩個的結合 本來我們背景移除就是我要的留著 旁邊是不要 那麼 橡皮擦呢 顛倒過來 把人擦掉 他會把背景補進去 所以 他把 我要的東西抓出來之後 又自動幫你把它補進去 這個就叫做魔法抓取 這樣有沒有概念 所以 好啦 剛剛那個對他講太難了 所以我讓他重設一下 我們KEMBA這個 AI工具都沒有真正破壞你的圖 所以如果你用了不滿意 你可以看到我們點到他有沒有 你有用過這個工具有沒有發現 他上面這裡會出現這個 表示你有用了嘛 你只要再點進去就可以做微調 或者把它重設有沒有看到 這樣子你的圖 就會回到 原本的那一張 這樣會的齁 好啊其實如果說真的剛剛那個不行你可以用筆刷去刷啦 那我現在就用人 像這樣點有沒有 好我就按 OK 等一下我是進到魔法下面查的 等我一下 我要進這個魔法抓取 好點擊點擊 好點到他 按抓取 那這個就很明確嘛 他就真的抓的 很準的 所以有些時候你可能他的位置你不滿意啊 也可以用這樣調整一下 對不對 就是說我們作為一條 這個都算是 蠻方便的 好來你看 這樣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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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在這裡 哎 哎呦 你看有沒有這樣走出來了 這樣他就可以走開了嘛 但是影子還留在下面啦齁 所以你要再清掉一下 可是如果你希望他有點距離是不是就可以拿出來 就是背景 他把你補好了 哈哈哈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蠻不錯的一個工具 給大家做個參考 OK 好 所以我把可能我們比較有機會用到的 這兩個 跟 AI有關的工具給大家做個參考一下 這樣有問題嗎 沒有了 好 好 好